請進 老師好 嗨 你好 亮子熊有給我們一個任務 想請老師加入挑戰 好,沒問題 老师我们游戏过程中也会问老师一些小问题来增加游戏难度哦 那我们就请老师开始游戏 请问老师从事量子的相关研究有多久了 广义的讲从我博士班就开始了所以其实是有23年 那真正实验上有进入到全量子的区域大概有10年 那想请问老师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最早是这个原子物理 然后后来是偏向量子光学的研究 然后从量子光学进入到量子通讯 那最近几年又开始真正进入量子计算的领域 那我想要请问如果老师就是可以跟任何历史上的一位科学家一起进行 就是量子研究老师会选择谁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他 其实我可能不会选择只有一个人 像我很向往早期爱因斯坦跟波尔在辩论 这个量子力学的哲学研究那一段很精彩的过程 这个过程后来被一个物理学家叫做姜贝尔 姜贝尔他想出一个实验上可以验证的方式去验证到底这两个人的哲学官哪一个是对的 那个过程是我很向往的 所以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回到那个年代跟他们一起辩论这样 那我们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如果老师现在有一台量子电脑 你想要用它解决什么问题 以我现在做的这种原子的量子电脑我最想要用它来解决一些 像一些图论上面的极小值或极大值的问题 因为这个跟现实生活会有一些关联 例如说我们要设什么电动车的站 最有经济效应 其实它也是一种求极小值 那如果说用这个量子电脑可以超越古典电脑的那种计算极限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 那我希望能够对一个真实有用的问题 可以证实量子电脑可以突破古典电脑的极限 时间到 那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 刚刚游戏中有没有一些就是重要的原理 跟你现在做的就是原子量子电脑的研究是有相关的 刚才其实就是在玩这些量子位元逻辑杂的游戏 像X、Y、Z、HGate 这些就是单位元的逻辑杂 像XGate就等于是吧 把两个量子位元的连根一对掉 所以实验上 我们是用原子的某两个能阶当这个量子位元 当位元逻辑杂基本上我们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用微波去驱动这个量子位元间的一些状态的转变 旋转就可以去实现各式各样的逻辑杂 原子量子电脑在量子科技中发展的重要性 你想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原子或离子这种量子位元 因为它天生就是全同的这个量子位元 因为原子 台湾的原子跟美国的原子是一样的原子 像固态系统像超导或是量子点的 那是人造的量子位元 他们比较辛苦的点会在于他每一个要怎么做到一样 那对于原子而言我们就是天生大自然就给你这个全同的例子 所以我们的花的力气不是在位元的制作 而是说在位元的控制 你要怎么控制得很精准 最后我也想要问老师说 就是您认为就是未来就是原子量子电脑能够运用在 运用到哪一些就是更加具体的问题解决上面 像一般认为这个原子的量子平台 它有利用到这个雷德堡教育中的一些特性 像它用来去解决一些图论 像什么最小独立集最小的什么切割的这种讨论的数学问题 这种问题其实有很多实际的应用 像例如说我们的U-Bike要设在哪里 效率经济效用最好 或者我刚有提到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充电站 根据这种车子的流量 这个居民的数量设在哪里 这个效率最好 这样的一种集职的问题 其实在原子量子位员是蛮合适的 所以也有不少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老师觉得研究中对你来说最有趣的是什么 做研究对我来讲 感觉就是好像选了一座山去爬 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艰辛的 可是这个一路上你会看到很多风景 当你爬到一个定点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奇特的风景 奇特的生物 奇特的植物 这种探险探索这个摸索的过程 像我记得我以前在做薄荷的时候 那我们经过很辛苦的这个实验 一个一个把光谱扫出来 那光谱在某个地方会接近零 那个对应的这个原子在基态的这个不然数 在零交叉的地方 那你会感觉你好像看到神机一样 就是说透过这么复杂的像怪物的仪器 然后你看得到微观世界 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这是让我非常兴奋的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你有一些点子 你有一些想法 例如说我们以前想出一个双曼光的这种机制 其实是我在睡梦中有想到这样的点子 那真的在实验上去把它实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激动 就是你的idea walk 这件事情你会蛮exciting 例如说在这个量子未远 这个这种要把保真度一直往前推 或者我之前做一些量子记忆体 把它的雏形效率变得很高 所以你把它推到 甚至我们可以达到世界纪录 也是一种成就感 就好像你爬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山顶 那种回望的感觉 这个过程很辛苦 可是你在那个moment你会感受到一种 很喜悦很快乐的一种 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玩量子 玩出你的兴趣 玩出你的想象力